in the deep when your brain goes numb you can call that mental freeze when these people talk too much Hello大家好我是小春 今天4月17号 陆服更新了一些修正的问题 一个是修复九弓玉雷阵速度异常的问题 这个异常的原因我找到了 原本的九弓玉雷阵是1号位增加速度 结果你的2到4号位被对方打死的时候也会扣速度 真的是超级bug啊 后来经过玩家反馈好像修正完毕了 但是有一说一啊 我上次测试三位一体的玩法好像不是bug 因为这次修正的时候没有把三位一体修复 所以三位一体的玩法应该是官方认可的 那既然不是bug的话 估计会衍生出真的超级多玩法 看样子以后的1号位非常的重要 再来第二个就是江湖祈愿新增两个新的称号 一个叫做飞龙成云 另外一个叫做锦星庆云 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 等一下看完称号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珍州伯通 珍州伯通改技能之后为止没有拍片 导致蛮多人询问珍州伯通到底改了什么 那我们等一下就顺便来看一下 OK这两个称号就是这次新增的称号 有一说一啊 右边好像补补通通 但是左边好像还不错啊 而且左边还有个龙头啊 真的是有点可爱 右边那个竟然底部是绿色 真的是有够莫名其妙啊 我们现在看左边的飞龙成云 有一说一超级有够霸气啊 只不过那个龙头是不是bug啊 那个龙头好像非常的模糊 你没有发现吗 还是那个龙头无法显现 真的是很奇怪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能力值的部分 全体侠客攻击加75 血量500 护甲100 开场触发提升有方全体侠客最终减3 5% 之后每回合降低1%持续5回合 我之前说什么来着 我之前是不是有说过 最终系列还少了一个最终减伤 结果这不就来了吗 各位 这官方真的是越来越无耻啊 反正最终系列狂出就对了 而且出现在免费称号里面 说真的还不错啦 而且持续5回合也非常有帮助 虽然每回合降低1% 但是我觉得够用了 以免费称号来看的话 超级有够霹雳香 非常的可以啊 再来就是右边的锦星庆云 说真的那个绿色拿掉 这个称号应该会蛮好看的 而且还会一闪一闪发光啊 真的是一大败比啊 那个绿色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能力值的部分 全体侠客攻击加75 血量加500 护甲加100 开场触发提升有方全体侠客 主角减3 5%持续3回合 一样有1说1 这个称号也是非常不错 因为它是牵扯到主角技能 主角技能大家都知道嘛 现在越来越痛 尤其是东斜出来之后 痛到无法无天啊 虽然只有3回合 但我觉得非常的好用 而且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为什么明明都是持续3回合 结果这个称号比现在的男时装还猛啊 哈哈哈哈 现在的男时装还在普通的增减商 结果免费的称号就是主角减商了 真的是超级可悲啊 天啊 不过说真的啦 这次两个称号真的都还不错 都很香 OK 再来我们来看 曾博通到底改了什么技能 曾博通出来之后被人家骂翻了嘛 然后经过陆服玩家不断的投诉 曾博通终于修正了技能 结果不修正还好 一修正成为T0人选 现在曾博通跟真招一样 猎入两大必须融入阵容的真系列 周博通只修正了一个技能 跟一个秘籍效果 修正的技能是化一的这招 遇宠神术 就是每施放养四技功 自身有70%几率获得召唤效果 这招单纯只是几率提升 以前好像是60%吧 我有点忘记了 反正就是这招几率提升 不过说真的 这招就是不无小补啦 再来就是周博通 为什么会变T0角色 主要就是因为他的红酒蜜效果 战斗前三回合 额外提升自身速度30点 因为曾博通技功的时候 有几率清除对方的怒气 这也就导致曾博通拥有速度优势之后 你有几率开场就被曾博通 清空一只侠客的怒气 这点非常的妖兽啊各位 被清空怒气之后 相当于你完全没有事情可以做 之前大家觉得他还好 就是因为他没速度优势 结果现在有速度优势之后 整个优势就出来了 因为以前他是涨细 最多最多就是130速 结果现在直接来到160速 你们说惊不惊人 而且这还不是最离谱的啊 最离谱的是因为现在有九宫症嘛 等于说曾博通的速度 可以来到190速 190速有机会清除你的怒气 你说恶不恶心 但是清除怒气其实还不是最OP的 最OP的是因为他可以先召唤宠物 因为曾博通九命的时候 他的复制几率是100% 就等于说他有先手优势之后 他既可以清空怒气 又可以打出两次技攻 两次技攻结束之后 他又有70%几率可以召唤宠物 那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了 就等于说你开场的时候 就会被宠物攻击 那如果你开场的时候 被宠物攻击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就以赤血为例 就等于说你开场的时候 会有三名侠客被封穴 你知道开场就被封穴 那个超级离谱啊 以前宠物是回合结束的时候 才会攻击 所以持续两回合的效果 我们只能看成一回合 但是现在拥有速度优势的周伯通 开场就召唤宠物出来攻击 就等于说两回合的效果 绝对能达满两回合 我很久以前直播的时候 有没有说过 宠物就是烂在 他只能回合结束出来 那宠物如果能回合前就召唤 将会非常的恶心 结果现在曾周伯通 就做到了这一点啊 真的是超级离谱 反正周伯通 现在会被列入T0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有190数 就是因为他练度提高的时候 他可以达到190数 出手有机会轻怒 出手有两次大绝的伤害 出手有一次召唤宠物的几率 简单来说 以前的版本 就是看你有没有真招 有真招跟没真招 是两种队伍 但是以后的队伍 就是看你有没有真招 加真伯通 反正周伯通 现在就是一个妥妥的T0等级 真的是超级恶心啊 不过主要还是要拜 那个九弓正所赐啦 那个九弓正出来之后 利希跟掌系的侠客 也获得了速度优势 现在陆服很多玩家 把掌系跟利希的侠客 都拿出来玩啦 说真的 也算是一件好事啦 一个阵法 推翻了之前 所有的生态 不过 还是比不上真伯通的恶心啊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 就介绍到这啦 我是小春 咱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